來幾永久屋部落居民長期與政府協調 種種的因素造成部落族人心晦意冷 永久屋的興建工程一直延宕 因為地上屋竹林剷除的案子發包不出去 在廢材經濟效益不符成本 交通印書及土地面積等因素的缺失 尚未考量到 導致沒有廠商願意承包 公所也感到相當頭痛 就在二十二號再次召開協調會 1520班地的山區竹子要鏟除要運輸 利潤實在不符合成本 這次會議協調重點 最後就以無價的方式來通過決議 並且以承包道路工程的承包商 來做鏟除的工作 生產成本方面 生產成本方面 他是用一般的公司來計算 他並沒有將來幾永久屋基地的現況 他實際的情形 包括交通的狀況 還有當地地形 以及竹林分布的狀況 跟他的面積大小考慮在裡面 導致於說 當初在編店的時候 造成他們廠商來飆的時候 生產的成本可能大於他所獲得利益 所以公所飆了 飆了三次都沒有人來投飆 來幾永久屋1520班地的結果 終於落幕了 族人煩惱的問題終於有滿意的結論 152永久屋竹林剷除與經濟使用的問題解決了 現在就判工程早早進行 讓居民有安定的家園 記者綜合報導